去原谅一个人,释放怨气远离癌症 根据卫福部统计,国人时大死因排行榜第一名为恶性肿瘤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癌症 虽然说并非所有老人都会是病人 也有不少人负责身后,到七八十岁还精气神饱满 爬山比大学生还快 但从统计数字来看,活得年岁越长,时间越长 可能会经历到的健康风险,确实也是比较多的 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因恶性肿瘤生故的 有87%集中于55岁以上的乐林族群 而癌症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前三名 又分别是肺癌、肝癌、以及结肠、直肠、肛门癌 除了这几种,肺腺癌、血癌、脑瘤、淋巴肿瘤的癌变 也让很多人自己受苦不说,家人照料起来也格外心疼 实质固态的肿瘤能透过手术切除,而会随全身跑的最不好处理 就连最高名的医生也觉得棘手 说起细胞癌变得成因十分复杂,几乎都不是单一因 而是复合因,有些来自于家族遗传 有些由外在环境因素造成的基因突变所导致 比起儿童的癌,成人离癌还多了一项 生活习惯因素,说白话就是 这些麻烦是日积月累,自己找来的 不良的生活习惯,包含酒做不运动,饮食偏好精致加工品 酗酒不知节制,餐餐大鱼大肉不食蔬果 过度依赖营养补充品,以及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 又无从排解等种种因素,都会增加理癌风险 到外头演讲时,我问大家平常如何预防癌症 有人回答,多走路,吃圆形食物,睡好睡饱,这个没错 也有人自豪自己,很认真排毒,看到可疑毒物,就避得远远的 排毒有必要,但一件黑影就开枪,老是一身衣柜就没必要 另外有人听闻李癌将承受巨大痛苦后 直嚷嚷,回家马上把酒都给到了 这就太夸张,多数人要戒的不是酒 该戒的是狂喝乱饮的习惯 该以品味的方式慢慢喝,酒亦能成为成就健康的助缘 刚刚讲的这些,大家都比较有概念 常常听国内外医师苦口婆心不断讲 所以多半都会趋吉避凶,尽量避免 接下来,就来讲讲大部分人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甚至都不知道要处理的心毒 任由一颗心气上八下,纵容七情放肆 长久下来,可是要生大病的 心毒难捉摸,伤人于无形 心性,情绪上的毒,因为看不见,摸不到,特别容易被忽略 以前在大医院实习的时候,我会去观察不同科别的后诊室 发现里头的病患经常拥有类似的性格 比方说肠胃出状况的,在性格上多半容易紧张,焦虑 事实上,我们的胃比任何器官都还细腻敏感 特别能感受到主人的心情波动 你紧张,胃就一缩 你压力大,胃跟着吃不下饭 你没办法尽心,胃也替你着急 连分泌消化液都顾不上了 其次,行事及讲究效率 容易暴怒,不耐久后的人,也自成一族群 他们心血管负担往往很大,遇到突发状况,不合己意的状况,血压立刻狂飙 这类型的病人,到心脏科报到的特别多 但以上两种,都还不是最严重的,顶多肠胃,心脏容易感到不适 真正达到完全消灭免疫机能,修补DNA能力下降 这样程度的,是下面这种,气欲不解的类型 转化癌型性格,无病一身轻 之前我受邀上一个谈话性节目,说到离癌 几位专家们聊得热烈,甚至提供亲身经验 大家惊讶地发现,乳癌,肺腺癌这类在出现在胸腔的问题 患者似乎有个共通点,那就是,心中存在一个无法原谅的人 由骨脑人的怨气,欲积在胸膛,一直无法排解 积着积着,就积出病来 容易离癌的C型性格人,习取自英文字Cancer癌症第一个字母 往往会为了维持群体和谐,倾向自我牺牲,委屈求全 代表人物是小媳妇 不过这小媳妇看似委屈求全 但又不是真正心甘情愿 真正心甘情愿的反而不会有病 细行人对于自己的牺牲,感到郁闷,愤恨不平 不知不觉便陷入慢性压力的泥沼中 浑然不觉,当然也就无法自拔 进而严重干扰到身体的自律神经与免疫系统运作 一开始是不好睡,想骂人,但不一定会骂出来 怨天有人觉得自己很衰,命不好,嫁错人,被婆婆欺负 受众男亲女观念迫害,每天为家庭付出家人却不懂感恩 妄念纷飞,气不顺,气节气淤,越积越严重 以至于感到胸口闷闷的,特别不畅快 大概会有这些征兆 若非外来易毒,风邪来犯,身体上显化出来的种种疾病 非常可能是心毒的躯体化呈现 若属于这种情况,身体的免疫,代谢系统要不要好好发挥功用 最终决策全其实在自己心上,而不在医生手上 一个离一个离,发音听起来都一样 但要罹患癌症或者是远离癌症,主控全操之在己 我认为个人的心态是最最重要的 心里存在着消沉,厌世的感觉,你知道吗? 免疫细胞们都会感同身受呢? 你的沮丧,失忆,连带打击了他们为你纠错 消灭病毒,围剿癌细胞的士气 已经有许多研究报告发现了免疫机能 与患者心态之间的关联 简单总结专家们的发现 那就是正向的思维方式 有助于免疫机能发挥实力 让没生病的人继续保持健康 让已经生病的人加速复原速度 因此,我认为终极的癌症预防 除了排除外在环境之毒 排除个人不良生活习惯之毒 释放心理的毒 才是转病为福的至胜关键 你骂的那个人,他真的不痛不痒 你挑你词电力 最难听的一些话去骂一个人你的人 三字经,五字经通通用上 你以为他会不好过 没有,他真的不会怎样 但你会变得容易生病 尽管过错可能是别人的 但如果你去骂他 怨他,恨他,恨他 由此所衍生出的种种心毒 肯定是自己要承担的 等于在用他人的过错 惩罚自己 让自己身心受罪 生病 如果说这不自虐 那简直没有什么比这更糟蹋自己的了 拥有原谅的勇气 拥有真爱自己的智慧 现在,我们来打扫堆积在心中的成年之毒 深呼吸 一吐不快之气 把鸡在胸口的郁闷 大口大口吐掉 试着去放下 去原谅一个人 把心中的悔恨 怨气 不甘心通通丢掉 像到垃圾一样丢掉 一旦心轻松起来 身体会有感觉 也会变得柔软 随着一些藏在鸡筋膜里的小情绪慢慢释放 心找回弹性 身体的弹性也将逐渐恢复 试着去原谅一个人 不为别人为自己 为了去感受那前所未有的放松与平和 过去让他过去 未来还没来就不必担心 安心活在当下每一刻的幸福中 即是最好的癌症预防 原谅 放下 学一分退让 增实奔福气 正所谓心词者 寿必长 原谅 放下 别人会不会好过不知道 但自己肯定会越活越轻盈 越活越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